WhatsApp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美国百大女优的第38期 本期的主人公,以其独树一帜的造型和特立独行的表演风格 被粉丝们爱称为阿姨还有大姐大 她曾经身陷谋杀案怡云,但依旧王者归来 她就是Ryan Keighley 那我们话不多说,Let's do it Ryan Keighley,原名Maria Menendez 1984年7月2号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 身高1米75,体重65公斤 三围是36D,26,37 哦不对,她上个月刚去做了一次龙胸手术 现在的尺寸已经升级到了F 首先,大家印象中的Ryan阿姨一定是精干的短发造型 和鲍鱼周边那两处精心修饰的毛 但其实年轻时候的Ryan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极端 那时候的Ryan Keighley坚持光板鲍鱼的造型 并且留着一头飘逸的黑色长发 怎么样,是不是瞬间觉得好像画面有点违和 Ryan踏上社会非常早 18岁那年就已经开始工作 而且是进入了成人行业 要说Ryan做过哪些成人行业的工作 那可真是琳琅满目 成人用品店店员 成人用品公司销售 采购 宣传助理 宣传经理 市场总监 同时还做过两年的成人内容广播博主 基本上在Ryan Keighley正式进入AB界之前 他已经把能接触到的所有成人内容都摸遍了 这也许就是他日后能够成功的重要准备工作 2006年 Ryan Keighley正式决定离开成人行业的周边 转头杀向真正的风暴中心点 Ryan阿姨刚入行的时候 是专注于女童系列的演出 并且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据他自己回忆 在成人用品行业的工作经历 让他比一般女童演员更热衷 并善于寻找到搭档的G点 尤其是他引以为傲的蛇工 声称没有他舌头搞不定的女童搭档 但在2007年8月 Ryan的人生发生了惊天巨变 因为就在那个月 他的深闺密友 同样是AV女佣的Haley Page离奇死亡 而就在Haley被谋杀的前两个月里 一直和他初双入队的Ryan Keighley却神秘地消失了 是的 消失了整整两个月 这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Ryan大姐是为情而动杀心 当然最后警方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此案与Ryan有关 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承认自己在出演女童影片时都会有心理阴影 不过也正是这个契机 让Ryan真正地在AV主流的男女界开始大放异彩 第一位享受中出Ryan阿姨的是大黑塔 Issash Maxwell 第一位夺走Ryan阿姨菊花的是小首歌Small Hands 至于Ryan阿姨的表演风格 老师可以用三组词语来形容 那就是一大七小 以刚克柔 还有哈哈大小 具体含义就要小伙伴们自己在观影过程中满满体会了 那接下来就是K老师推荐我们的Ryan阿姨三部不得不看之作 让我们开始 第一部 2018年8月发行的MOTHER DAUGHTER EXCHANGE CLUB第54集 业内著名的母女交换系列 一众女童巨星悉数登场 Julia Ann Jayden Cole Jenna Fox Regan Fox Jill Cassidy Ryan Keeley Scarlett Satch 其中最出彩的绝对就是我们的Ryan阿姨 喜欢女童片的粉丝们 这部就是献给你们的佳作 第二部 2019年7月16日发行的Good Business 这绝对是你在Black Row系列中看到的最奇特的一部 大黑塔对大白塔 真正的棋逢对手 虽然没有了Black的一贯的反差诱惑 但却多了一份和谐的吸引 Ryan Keeley大战Jason Love 你值得拥有 第三部 2020年6月26日发行的The Dirty Housewife第二集 Ryan Keeley扮演的家庭主妇 在被老公放鸽子之后 就赤裸裸地勾引了上门推销的小猛男 Seth Gamble 浴室激情戏绝对出彩 这也是Ryan阿姨风雄之后的第一次亮相哦 一句话 K老师出品 必数精品 总结一下 这就是最标准的大洋马 风乳肥臀 高个子 没错 一般人绝对会觉得hold不住 但你却不得不承认他就是有独特的魅力 就算已经被定型为鼠女凶悍阿姨的人设 但这并不会影响Ryan Keeley在AV界知名度继续提升 并且偏约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整个女强男弱系列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美国百大女优第38期 Ryan Keeley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多多订阅 多多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咯